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英国的奇幻恐怖片《傀儡》 影片一开场 小时候的春花 偷偷偷跟着一位智者 来到了一黑漆马虎的地儿 准备把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 魔像给除掉 可老爷子由于学艺不精 家长也太年轻 最后不幸被魔像给反杀了 春花长大之后 生活的并不幸福 七年前儿子的惨死 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因应 他老公胡子说 还想再要一个孩子 但春花担心 今后孩子再出什么事 一直瞒着老公采取的避孕措施 乌一李大妈 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个赤脚医生 不仅能给人看病 还会点小法术 在村子里的威望 仅次于智者张大爷 有了李大妈的段子绝存散 不管胡子叔怎么努力 春花就是怀不上孩子 智者张大爷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 而且他还是胡子叔的爹底 春花的老公公 张大爷平时没事 喜欢给村民扑到 老爷子设画牢 画匣子一打开又停不住了 由于时间太长 中场休息的时候还管得饭 张大爷的车咕噜话是翻来覆去的说 都是些老生常谈的心灵鸡汤 如果不是为了那堆饭的 村民们早就走光 不过春花倒是挺喜欢公共步道 经常躲在下面搜厅 张大爷说上一句 春花马上就能接上下一句 本来春花对张大爷的印象挺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由于春花一直没怀孕 张大爷居然怂恿自己的儿子 把春花给揣了 张大爷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再不给我生了大孙子 咱老张家就绝后了 不过胡子书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对于自己爹地的这个馊主意 他当场就拒绝了 这样春花觉得很欣慰 村子里的东梅一直对胡子书有想法 但胡子书是个正直的男人 不管东梅如何勾引就是不接招 春花特别喜欢研究鬼啊石的 这些封建迷信的玩意 胡子书说 你不能整天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很危险 搞不好就惹祸上身了 到了晚上 吃瓜的胡子书又开始了 繁衍下一代的工作 可只有春花知道 这都是瞎忙 村子的附近住着一伙外邦人 首领是悲催叔 由于瘟疫的爆发 悲催叔的族人死了不少 春花的妹妹夏合跟龙涛哥结婚了 婚礼的当天 大家伙正在向一对新人送祝福的时候 悲催叔带着手下杀道 原来悲催叔的闺女炮灰妹不幸染上了瘟疫 悲催叔把这场瘟疫归咎于是 治了张大爷等人下了诅咒 非要村民们把自己闺女的病给治好 不然他就秃村了 夏合上去刚想理论几句 悲催叔的手下大屠嫖一个黑乎掏心 当时就把夏合给做晕了 张大爷说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悲催叔一听可气的 我记得一枪就把一龙套给毙 这招杀鸡镜猴确实很逗笑 把所有的村民都吓尿 为了保护全村的老百姓 乌一李淡妈挺身而出 拍着胸脯保证能治好悲催叔女儿的病 悲催叔说 我闺女的病要是治好了大家都没事 不然的话你们都得跟着陪葬 而且在这期间谁都不能储存 谁敢善的讨好 自要是被我抓到旧地上缘 鉴于形势的紧迫 张大爷迅速召集村民们开了一棚奴会 张大爷说咱还是祈祷 上帝保佑被催叔闺女的病赶快好 这个时候春花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春花说光祈祷有个屁股 我们必须要反击 张大爷说一群老弱病残怎么反击啊 春花说用神圣的卡巴拉的智慧 用上帝的七十二圣字 用圣诞之书中隐藏的密码 创造一个模像 张大爷说谁去造 春花说我去造 张大爷说你可拉倒 你连替我儿子生孩子都做不到 还想造模像 别开过去玩笑 这句话可戳到胡子叔的痛处了 他急忙把春花拽到了门口 胡子叔说你甭跟上添乱了 赶快回家做饭了 悲催叔闺女的病可不是意外那种啊 无疑李淡妈使出了浑身的歇数 也不见任何的好转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清楚 在他们这个年代 瘟疫这种病就相当于绝症啊 晚上春花来到妹妹夏合家 发现夏合因为复古受到重击 肚子里的孩子流产 看着痛苦不堪的妹妹 春花坚定了造模像的决心 说干就干 春花来到阁楼上 开始翻阅资料 筹备造模像的工作 方法琢磨透之后 春花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用山林里的泥土捏了个泥儿 并在泥儿的嘴里塞了一卷羊皮纸 这卷羊皮纸非常重要 模像的生死全在这卷羊皮纸上 具体过程咱就不多啰嗦 反正完活之后 模像好像也没啥动 直到第二天的晚上 春花家里开始有反应 胡子叔绝对不对劲 开始在屋里下雪磨 他无意中在床底下 发现了春花用来避孕的药物 胡子叔说你太过分了 合着我这么多年白忙活 孩子死了我也很难过 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不能一直这样逃避啊 上帝给了你孕育孩子的使命 但你却拒绝了 你应该感到羞愧 第二天的一早 春花突然听到马 舅里的马发出了 惊慌失措的字明 他走进去一看 发现一个浑身是泥的 小男孩正躲在角落里 春花马上就意识到了什么 他急忙跑到村外 捏泥人的地方一看 发现泥人已经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悲催叔的手下突然出现了 不容分说就把他给吊起来 之前悲催叔曾说过 谁出村弄死谁 眼瞅着春花要断气 他造的那个魔像即使赶到 七里咔嚓就把这几个人给杀了 这个魔像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春花在马舅里 看到了那个浑身是泥的小片 看着面前的这个魔像 春花进不住想起了 自己死去的儿子 转过天 夏河的老公龙套哥 找到了胡子书 由于悲催叔把夏河 做得流了产 龙套哥打算要抱这个仇 由于魔像跟他儿子差不多大 因此春花渐渐的 把思念儿子的情感 转移到了这个魔像的身上 这件事很快被神通广大的 巫医李淡妈发现 李淡妈说这是个怪物 得赶快把他送走 春花说悲催叔闺女的病 也肯定治不好 到时候他会把咱村子里的人都杀光 这个魔像是咱的保护神的 李淡妈说 一旦把悲催叔那帮人打跑 你必须马上取涉在嘴里的羊皮 洗完澡 春花去给魔像找衣服 途经东梅家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老公胡子书 正在跟东梅有说有笑 这下可把春花给气坏了 由于春花跟魔像之间有心理感应 因此春花愤怒的情绪 魔像马上就感应到了 要说胡子书真是个好男人 面对东梅的隐诱丝毫不动心 胡子书走了之后 魔像找到东梅 一刀就把这个勾引有妇之妇的女人杀了 东梅的死引起了村民们的恐慌 大家都认为这是悲催叔干的 只有春花指导 是魔像替自己产出了情敌 胡子书一看自己的备胎被杀了 那能干吗 马上找到了一心想报仇的龙套哥 几个人气势汹汹的来到了悲催叔的营地 打算心脏老丈一块算 春花一看自己的老公去找悲催叔拼命了 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了 胡子书带着人来到了悲催叔的地盘 双方话不投机就牛打到了一块 胡子书把大猪条给毙了 而悲催叔则一想把龙套哥给杀了 眼瞅着胡子书要吃亏 春花带着魔像即时赶闹 魔像那边一发工 当时就把悲催叔给吓崩了 这哥们连开了几枪啊 可魔像根本不在啊 本来春花打算把悲催叔给干掉 可当他看到悲催叔的女儿后又不忍心了 要求悲催叔带着闺女马上离开村民 虽然魔像保护了村民 但这玩意儿毕竟不是个正经东西 时间长了早晚才出事 到了后闻夜 无疑李大妈摸到了春花家的阁楼上 准备卸磨杀驴了 可以他的道行像杀魔像 简直就是开玩笑 仅仅一招李大妈就没魔像给干掉 胡子书一看李大妈被干掉了 当时就吓鸟 他急忙跑到了他爹地张大爷的办公室 把情况说了一遍 要说还得是张大爷 在这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马上召集了吃个忠实的信徒 准备利用一种咒语把魔像给除掉 悲催书的闺女最终没能战胜病魔 腿脚一灯戏闻杀了情 悲催书认为这一切都是张大爷那帮人搞的鬼 带着手下趁着月黑风高杀了个灰马香 当张大爷带着胡子书等人正给魔像吓诅咒的时候 被正睡觉的春花感应到了 不过张大爷等人折腾了半天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主要还是方法不对 而就在这个时候 悲催书带着人杀刀了 准备把村子给收了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 悲催书上去就把春花给做蒙圈了 魔像当时就急眼了 干掉张大爷之后 冲到外面把正准备对春花下毒手的悲催书给杀了 紧接着魔像大开插件 甭管好人坏人通通一勺会 影片的最后 为了防止魔像继续烂杀屋 春花决定把魔像嘴里的羊皮纸给取出来 看着魔像的小脸就如同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春花真是舍不得 抒发了一会感情之后 春花最终还是从魔像的嘴里取出了羊皮纸 没有了羊皮纸 魔像当时又灰飞烟面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压经 这帮村民真够快 翻脸要比翻书快 刚一过河九太桥 简直就是抽无赖